好的 早安 这节国际呢 首先看到今天国际上的一些灾难事件 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首都体育场 今天呢是发生了人群的踩踏事件 那么至少造成12人死亡 8人受伤 当时表示大约是有5万人参加 当时运动会的一个开幕仪式 在体育场入口的时候呢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就发生人群的踩踏事件 那么当地的红十四会就表示 伤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 那么至于引发踩踏的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 那么其实印度洋岛国在运动会呢 这个运动会在过去的40年期间 是每4年由不同的岛国来轮流举办 而这一届是由马达加斯加来主办 至9月3号为止 没有想到呢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这起汗事 而在印尼呢 西爪哇省的有一座垃圾埋场 日前是发生火灾 那么由于已经延续了好几天 所以呢可以看到大火的一个腐臭浓烟 也使得附近的民众 他们是呼吸很困难 至少是有67位的居民就被诊断出 现在是有轻微的呼吸道感染 而其中呢 甚至有两个人是因此住院治疗 那么当局就已经宣布呢 目前是进入一个紧急的状况 而距离火在现场 6公里处还有一座中学 那么由于浓烟扩散 导致学生呢 他们必须待在家中 不可以去上课 目前至少是有30辆的消防车 是奋力的灭火 但是因为高温和强风火势尚未被扑灭 那么今天来看到呢 在俄罗斯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意外事件 则是俄罗斯的游民组织 瓦格纳集团的首闹 普里格金 他在23号的时候就坠机身亡 那么俄罗斯调查员今天就指出 已经在飞机的实事现场 是找到了飞行记录器和实距遗体 那么其实呢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事件 空难也来 各大的外媒就不断地是将幕后的黑手 转向俄罗斯总统普丁 因为这场灾难呢 正是普里格金 他发动叛变 正满两个月之际 但对于外界的阴谋论 其实克里姆林宫 他们之前就已经是予以不斥 克共呢是表示呢 他们是并没有犯案的 那么发言人佩斯科夫 他就表示 现在其实有很多猜测 都是有关这场悲剧性的罹难 他说呢 西方媒体这种猜测角度 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 而且呢 西方媒体是完全都是一个谎言 是在说谎 那么最低事件呢 这些证实应该是以事实为根据 而目前呢 其实大家掌握的事实并不多 包括呢 普里格金 他是不是真的在这个飞机上呢 现在也是不清楚的 那么其实呢 在事件过后 普丁他24号 他就首度的是公开制评 当时呢 他除了是哀悼以外 他还称赞 普里格金 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 而可以看到呢 佩斯科夫发言人 他则是在25号 就驳斥了外界的指控 而在今天26号 一连三天呢 就被称为普丁小弟 普丁亲密盟友的白俄总统 卢卡申科 他现在呢 也是站出来说话 似乎呢 是在替普丁说话的表示呢 自己不认为普丁 他是幕后黑手 因为呢 不认为其他问题 不认为普丁 不认为普丁 这个罪了不认为普丁 听说是太酷了 不专业的工作 不过呢 白俄总统这个说法 现在被外界认为 是不是呢 有点在帮到忙 那么根据俄罗斯的官媒报道 卢卡申科 他还对外表示呢 自己以往就有一些情报 来告诉他 有人在策划 要暗杀普里格金 而且呢 自己还特别是 致电给普丁 以及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不过呢 除于不放心 他还私底下呢 是特别问了普丁 格金 是不是真的有收到 什么样子的讯息 那么普丁格金呢 以往他还说过 自己确实是有收到 普丁他的亲自警告 有人呢 确实在对自己 来策划一个暗杀行动 似乎呢 白俄总统 有再一次的 在替普丁 他的清白来背书 那么至于 实际于体中的罹难者 是不是真的包括 普丁格金 目前也还在 确认当中 而目前呢 除了俄无寝室 台海这几天呢 其实也是 非常的不平静 因为大陆近期 就对台湾是 平平的军演 东部战区 第71级的团军呢 最近是在沿海空中 进行一个长时间 超低空的演习 而且还实施了 远程时机的 这个射弹 那么另一方面呢 中非在南海的 紧张关系 也是持续的升级 澳洲和非洲 这两国呢 25号与南海 进行了联合演习 那么非国总统 萨玛可视 它现在也是 亲自是前往视察 两国表示呢 将展开 更多的联合选逻 隶属大陆解放军 东部战区的 第71集团军 某陆航旅 最近在沿海空中 进行长时间 超低空的 远程海上机动 以及实战射击演练 从陆地 进入海上飞行后 高温高湿的 气象条件 和风向多变的 海上环境 对直升机功率 和姿态保持 带来一定的影响 通过这种 极限条件训练 我们也探索了装备性能 锤炼了技术水平 整个演练活动 将近十个小时 多架战鹰听令起飞 飞行员全程 保持超低空隐蔽飞行 属于长时间的 跨海攻势 由于空气湿度大 根据大陆央视报道 目标岛屿 被一层薄雾给笼罩着 大大增加了飞行员 搜索识别标靶的难度 不过最后 成功锁定目标 连续发射 多枚空地导弹 完成对标靶的 顶顶清除 同样隶属 东部战区的 第73集团军 号称对台一线部队 最近在闽南某海域 进行海上搜救训练 围绕搜索定位 紧急救护等多个科目 展开在复杂海况下的 救援能力 各位乡亲 其实大陆近期 对台平平军演 在于副总统赖清德 日前过境美国 让中国大陆很不满 19号东部战区就宣布 在台湾周边海域 进行联合军演 福建海市军 22号再发布航行警告 与24至25号展开 连两天的 炮兵分队实战射击 另一方面 中飞在南海的紧张关系 也持续升温 菲律宾和澳洲 在南海进行联合演习 非国总统小马克 是25号前往市场 澳洲防长马勒斯表示 不只有超过2000名 澳洲和菲律宾的军事人员 进行两期登陆 和空中突击演习 两艘澳洲皇家海军舰 坎培拉号 以及安萨克号也参与 双方表示将进行 更多联合巡逻 介练韩中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ISPS 2 3 1 2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